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19日星期一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最新的國際局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近日澳洲有一家媒體獨家報導 引述了一名澳洲軍方官員的爆料 他宣稱一旦台海真的發生軍事衝突時 到時澳洲政府就會積極配合美軍的行動 第二宗消息 韓國有60萬名民眾 就在青亞台網站那裡參與聯署 他們要求馬上要叫停在江原建設中國城的計劃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澳洲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根據澳洲媒體澳洲金融評論部的報導所說 由於近來中國的威脅加劇 而台海局勢也日漸升級 澳洲政府已經做好準備了 一位一名澳洲軍方官員透露 針對中美雙方 可能因為台灣問題而爆發的嚴重衝突 澳洲政府目前在商討 究竟到時要怎樣進行協作 軍方也展開了討論 今天另一名軍方官員透露 說到時澳洲很有可能會派出潛艦海上巡邏機 空中加油機 甚至是空中預警機和超級大黃蜂戰鬥機 配合美軍的行動 但是他認為澳洲出動軍艦應戰的可能性不大 報導也有提及到 說大陸近日派出了頻密的戰機架次 進入了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他們認為大陸的舉動 目的就是要使得這些行為常態化 並且阻嚇外商投資台灣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防衛戰略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邱布瑞吉說 澳洲必須跟美國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 這是澳洲唯一能反擊北京的方法 就是不能分裂 不能將美國和日本面臨的問題 視作他們自己的問題 如果澳洲不支持美國和日本合作夥伴 以後這些國家也不會支持澳洲 這就是那篇報導所說的說法 實際上也說 如果這篇報導所說的說法是屬實 意味著澳洲軍方已經在制定 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澳洲的協防範圍會去到哪裡 究竟會投入幾大程度的資源參與協防 也反映出一個很強烈的信號 就是在美國和日本以外 有第三個國家是可能會參與協防台灣的 當然現在只不過是一篇媒體的報導 不是官方的說法 那關乎澳洲和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合作程度之緊密 這篇報導所說的說法是真的 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大陸真的要啟動武統台灣的時候 他們要考慮的因素又會更趨複雜 因為之前大陸只不過是顧忌一件事 就是當他們真的要武統台灣的時候 究竟美國會不會參與協防呢? 而美國如果真的參與協防的時候 究竟他會投入多少資源 他的參與程度會有多少深入呢? 大陸只是看這件事而已 但是現在日本又插一隻腳過去 澳洲又伸一隻手過去 變成大陸要考慮的東西會複雜很多 究竟真的啟動武統台灣的時候 大陸會面對著多少個第三方勢力呢? 雖然在官方的文宣來說 比如說胡錫進說的微博貼文 他經常說大陸武統台灣的決心很大 我從來都不會懷疑大陸的決心 但是當這麼多第三方勢力參與的時候 大陸能不能確保得到 一場局部的地區戰爭 能夠維持在一個可防可控的狀態 而不會最終變成一場全面的戰爭呢? 這件事大陸也是需要考慮到的 但是似乎我還沒看到 大陸方面對於澳洲這一篇報道 有什麼反彈 可能還沒注視到 反而來說我就看到 胡錫進在微博上 他就折述拜奸匯 因為拜奸匯之後 就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是半世紀以來第一次再提及到台灣問題 胡錫進是很囂張的 他説日本是一個半主權國家 他怎麼說呢? 他是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 與拜登發了一份對華極不友好的聲明 還專門提到台灣問題 聲明大淡 美日同盟有多高尚? 其實說白了 這兩個國家就是戰勝國和戰敗國的關係 就是日本 這句說話 在說二戰 這已經是七十多年前了 現在又重新說 胡錫進還說 美國至今未結束對日本的軍事佔領 兩國一主一博 日本只有半主權外交 我們能指望日本有什麼好的表現 他就貶抑別人是一個半主權國家 實際上來說 這個說法很難來自言其說 第一 他說 美國未曾結束對日本的軍事佔領 但是美國對很多國家都有駐軍 對德國也有駐軍 對韓國也有駐軍 如果你說日本因為有駐軍在這裏 所以他就礙於駐軍 就要聽從日美國的說話 那麼韓國呢 那麼又不見文在寅 一面倒地向美國靠攏 他一樣有駐軍 雖然韓國不是一個戰敗國 其實胡錫進說的事情是說不通的 另外他又說日本只有半主權外交 兩國一主一博 美國就是主人 日本就是一個伯人 但是 這個說法 就多少反映到那種天朝的 恩主心態 為什麼會這樣認為人家是一個半主權的國家呢? 但是他又有兜底 他說日本有這種取態 一來就是因為美國的因素 二來就是 日本對中國的強大發展動能 善慕、妒忌和恨 真是厲害了 日本看不過眼 眼紅你 為什麼不提海警法的因素呢? 其實日本對華的態度轉向 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海警法的影響 因為就算之前 安倍晉三 執政了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一度跟中國的關係都相當友好的 對嗎? 大家就談談如何搞經貿合作 如何擴大旅遊業的發展 日本發大財 就算是說去年 當肺炎最肆虐的時候 日本也組織了很多物資 去支援大陸的 又是武漢加油的 貼了標語的 但是現在似乎是恥情不在了 為什麼呢? 因為海警法 胡錫進沒有提 人家就是覺得海警法對他有威脅 就是覺得台灣如果真的倒下來的時候 日本就要直接面對大陸的威脅了 就輪到釣魚台了 所以他現在才要變成對華態度強硬 之前已經是很寬容的 他沒有提到這個基本因素改變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澳洲又如何解讀呢? 他還沒說到澳洲的 澳洲 一來他就不是戰敗國 二來 他又跟美國不算是一煮一煮 最多他跟英國的淵源更大 這件事是說不通的 所以 更何況就是 在這個中澳貿易戰當中 美國也沒有出過半句聲 自從拜登上台以來 是不是? 眼尾沒有瞎過莫里森 一尾莫里森自己在撐住而已 美國有什麼幫助呢? 在貿易戰那裡拜登哪有出聲 這個斷古也不算是一煮一煮吧? 但是澳洲根據媒體所說 他就是想自動請英 那怎麼來解讀呢? 不知道 胡錫進還沒回答這件事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宗消息了 就是韓國有60萬人 上了總統府青瓦台的網站那裡 參與請願的聯署 他們就要求在這個江原道計劃興建中國文化城的計劃 應該是被叫停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就觸動了很多人的神經 一來 其實韓國人的自尊心就非常強烈的 而且他們對於自己的歷史文化也自視甚高 之前已經出現過不少爭拗了 比如說韓國人就說 那段午節是屬於他們的 段午節的起源就來自韓國 這就是他們的說法 這次聯署就在3月29日開始 去到4月28日就會結束 目前就已經有60萬人參與了聯署 發起人就說 難以理解 為什麼要在韓國的土地上 建立一個所謂的小中國 去宣揚中國的文化 他就批評 有中國的企業 故意歪曲韓國的歷史 破壞韓國的泡菜和韓服等的文化 所以他就堅決反對 要將韓國的土地讓給中國 而且他也反對 在江源道首府春川市那時興建酒店 擔心會破壞市內的歷史遺跡 使韓國的歷史 永遠地長埋在地上 根據韓國經濟新聞的報導所說 這個所謂中國城的建設計劃 名字都改得壞 叫中國城 早在疫情之前已經規劃好了 是將中國的旅遊需求 以及韓國的文化 結合起來的 大型綜合旅遊項目 計劃包括興建一個中國的傳統街道 圓林 模仿的少林寺 小食街 以及韓流影像主題公園 並且會在2022年的時候建好 大家一聽到計劃就知道出事了 難怪民眾會反對 還要60萬人去參加聯署 一聽到也不開胃 整齊了假古董 假傳統街道 假圓林 假兆林寺 喂 那些遊客如果要看兆林寺 為什麼不去大陸看 為什麼要看你這個假的呢 是不是呢 當自己世界之槍 所以別人反對是有原因的 更何況就是 其實韓國的民眾對於中國的觀感 也不是太好的 因為根據Pill Research Center 全球的民意調查做了出來 所以就算民在寅政府他們怎樣來 只是想吃兩家茶禮也好 但是民眾的反應是很直接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